看看新闻榜 我是Rose啊 这声音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再加上这身段 姐姐妹妹颤抖起来吧 我很喜欢中国 中国人很可爱 如果你们爱我 我也爱你们 没错 当天在身边的一众女翻译和李小姐中 脱颖而出的正是凭借 人在窘途至太窘 而一夜爆红的泰国人妖Rose 你说她是男的 绝对 在太窘中 Rose的戏份虽少 但这句唯一的台词 却把她折腾得够呛 最后导演徐珍不得不亲自上阵 一对一的指导戏份 不过主创的心血 并没有白费 因为影片上映之后 这段时长一分钟的电梯兴奋 已然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 这位电梯美女的性别 也成为了影片的一大谈资 而如今影片太窘 已破13亿雄居中国票房榜首 究竟是影片成就Rose 还是Rose成就影片 看导演徐珍怎么说 因为我也找了很多 其他的这个梅兴演员 发现没有她妩媚 就是第一支预告片里 就是说其实我们给她配了一个音 就把她配成这样的声音 但其实她自己的声音 没有那么粗 她其实很早就开始 就是自己的这个 就是声音 包括打激素 她声音听下去 还挺像一个女孩 Rose着实是初来乍到 但她已然自信满满 而除了全面进军演艺圈外 目前有消息称 Rose已经在中国 邂逅了一位东北男子富洋 两人目前练群发展稳定 行为在线 总可报道